如果A点21与B点-65为坐标平面上的两个点 是求通过线段AB线段的这个终点 而且跟直线2X加5Y-2等于0垂直的直线方程式 所以呢我们要先画出A点跟B点 好画出A点还有B点 AB这两点 好AB两点的线段的终点 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终点 好那终点的坐标怎么计算呢 把两个端点的坐标相加除以2 所以A点的X坐标加上B点的X坐标-4除以2 Y坐标一样1加5 好所以除以2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终点坐标是-23 通过终点之后 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A跟B就用不到了 好所以我们就只有通过终点 而且呢与直线2X加5Y-2等于0垂直 所以2X加5Y-2等于0 通过这个点 而且要与这一条直线垂直的话呢 我们就是橘色的这一条直线 好那这边有几个条件可以用 我们已经有通过点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点 所以只要我们再找到橘色的这条线的斜率就可以了 好那橘色的这条线呢 和我们题目给的2X加5Y-2等于0 这条直线是垂直的 垂直的话 斜率相乘等于-1 好那我们就来看题目告诉我们的这条直线的斜率是多少 这条斜率啊 我们用点斜式来算 好5Y会等于-2X加2 好两边处于5 所以-5分之2X加5分之2 好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斜率 那么我们要求的M乘上黑色的这条线的-5分之2 好斜率相乘等于-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斜率就是2分之5 有了点 有了斜率 我们就可以来带直线的 那如果说呢 你可以记得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条直线可以看出来 它的斜率是-5分之2 也是可以的 好那经过垂直还是2分之5嘛 有了点 有了斜率 我们就来带点斜式 Y减掉 我们要通过的点的坐标 所以Y减掉3 等于斜率2分之5 乘上X减掉点的X坐标 所以加2 好两边乘以2 2Y减6等于5X加上10 我们整理一下哦 5X减2Y加16等于0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求的直线方程式 是购店50级的 5X000